这是什么比赛,那时候的双方会行一项 怀力全开的刘诗文面对马龙能否有胜算 马龙标志性的正手刺身抢攻 封住线路,看了一个回头 开场的马龙还是通过发球,去制造机会 这是中国队的安卫会内部模拟赛 由女队的刘诗文迎战难队的马龙 发球后的防守快速衔接 刘诗文的进攻显得非常紧凑 在节奏上,强前压制的对手 抓对方的追身位 当数据的比赛,成为8比6开始,女方领先 手局的刘诗文在前阵盘都动得很快 帮他11比9拿下手局 从8比9马龙发球 当主台的夹壮虎拳,球在上台后显得很拱 像这样的回合,就是刘诗文的特点 先接而击球速度,多比对手快棒拍 摆了一个极限的棒处弹 一个除其不易的防守长球 难队的发球套路并获更多 第二局的马龙在发揭发上面控制得非常严密 虽然揭发球冒高了 但是后面的防御做得很好 欲碰到了马龙的强攻弱点 弦接和补板,快速跟进 都是这种混双大量训练后的反应 诶,好球 谈练球白短,是马龙的拿手绝技 哇,漂亮 抽了一个 一个投鞋正手底线 忙着刘诗文拿下了第三局 防发球 高抛 马龙晃了一个半高抛的发球 直接开场球 反手相持 刘诗文的优势 加他的精彩的速度 快速的闲接 尽管半高的调打 直接被马龙反攻 一旦将马龙碎成法里 后面的刘诗文很难衔接 10比11 发了一个很壮的正手短 漂亮 马龙的发球想攻 站稳发力后的马龙 一把正手就接打窗 力量上的差距 抓住马龙的发手 清贴 果断变现 领带了马龙的发手无底线 在接发球上面 就加住了质量 关键分的偷长 还是被对手识破了 先通过批长 限制对方的起绑质量 再打后面的反攻 没有压力 反手相持 给中路连续赛 刘诗文中路 刘诗文变现 马龙是15比13 拿下第四局 将出后的马龙 相次非常稳健 以刘诗文的速度 很难一旁打创 第五局 还是从6比8 马龙让两分开始打 高抛球 马龙一个突然的发手 撤切 回出的线路又顶又壮 而且是一个侧下旋 侧切 马龙的侧切 形成得非常自然 在女子比赛中 这样的招式 并不躲见 刘诗文发勾手 勾到正手短 马龙抢攻 抓刘诗文的正手短 马龙的比赛质量太高了 刘诗文每场的起绑 被控了一个回头 拼写主席刘诗文 也在现场光照 现在第三场 刘诗文对马龙 马龙现在第五局 10比9领先 发球抢攻 防回头 两个人连续 马龙发球后的 想先发动 这么高的进攻质量 刘诗文只能被动防御 直接吃了发球 对于这场特殊的对决 你有什么看法呢 玩家市民下方 留营互动 最后是马龙4比2 以下的刘诗文 有好的结束了比赛 马龙 有好的结束了比赛